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怕上班怪罪下来 这沈蔡莫长呢可以天生而退 不叫检察也应该是我呀 处分 撤职都行 又应该把你撤 把你撤了我就能回学院了 沈蔡莫长还不是怕专业化蓝军 这个新鲜事物夭折了 够哥们 够义气 有点呼啸刀光的意味 呼啸刀光是什么 我在网上啊 约是一个大侠级的网友 化名的胡啸刀光 经常跟我叫板 你肯定不服吧 总是让我骂得狗血喷头的 大友常常呢 出言高屋见利 大友尊贤使能的胸怀 我又不得不跟他的思路走 很奇怪啊 骂并敬仰之 咱们就知足吧 现在是铁打的银盘 流水的光 大领导三年五换 咱们能摊上一个这么好的顶头上司 已经很不容易了 沈蔡莫长让咱们收敛点 咱们收敛 我有个想法 我不知道你怎么同意啊 又有什么投机摸走的想法 我想从其他的野弹部队 调底银土干过来 我想法是抢脚啊 九零九零 红翼 律长 你说的就是那个 带郎山带特种兵潜伏六天七夜 最终被我们服务的那个红翼吧 是啊 他带了三百多人 潜伏了六天七夜 你们想想多困难 这个红翼啊 是个人才不行 但是我听说 他是一个不好领导的刺头 是吗 是 我听九零九旅的人跟我说 红翼这个人很直率 有什么意见和看法 就直接的说出来 也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经常在会议上 直接顶撞褚山岗 造成内部矛盾 上次九零九旅特战大队 在演习中 没有发挥出特战突击的优势 就是二人矛盾造成 我想 把这红翼调来 会不会引起一系列麻烦 麻烦 你是怕他跟我挺牛啊